大家好,欢迎收看一顶历史,中华文化源源流长,每一项文化单独拿出来都能够学着研究一生。 对联就是其中的一种文化,最早的对联出现于秦朝,而有历史确凿记载的维三国时期。 古代出现了不少对联高手,苏氏和佛印就是其中代表。 北宋的苏氏和佛印和尚两人在晚年结识,由于志趣相投,很快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 有一次,两人相约去外面游玩,乘船在河中,侃侃而谈,不亦乐乎。 有一天,苏氏看到了岸边有一条狗在啃骨头,心里突然有了灵感,想戏弄一下佛印和尚,于是当着佛印的面指着暗上那条在啃骨头的狗。 佛印不解,仔细一看,立马懂了苏氏的意思。 苏氏兄这是给我出了一个雅连,狗啃和尚骨。 佛印当然不会善罢甘休,一路上都在想着怎么回敬苏氏。 船慢悠悠地走着,佛印突然拍了一下脑袋,原来他想到了一个绝佳下连。 随即便把提有苏氏诗的扇子扔下船去,暗指水流东坡诗。 我们大家再看一个对联,这对联也是非常的精彩绝伦,被称为千古绝对也不为过。 上连是鸟在笼中,恨关羽不能张飞。 鸟儿被困在笼子中,她的羽毛不能施展,很难受,很怨恨。 还加上了三国演艺的人物,关羽和张飞。 这上连对的是颇有意境呀,我们来看看这堪称千古绝对的下连吧。 下连一,人在山蜀,唯卧龙早入水晶。 卧龙先生诸葛亮,水晶先生司马辉,听来也有点那么意思。 这个下连就没有上一个的感觉比较强烈,就老是觉得当中缺少点什么。